第三節的《辛亥百年華蒼索》 剛才我們在幕後也在說 究竟25000里長征徵圓什麼呢? 麥兄就說未徵圓,還有很多長征 還有很多長征啊 錢兄又說要回應一下 日本侵華救了老母 想回應幾句,錢兄 其實日本侵華真的救了共產黨 因為如果沒有侵華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張學良的西港事變 當時來說,共產黨去到延安 其實都只剩下1萬多人左右 如果蔣介石要撕滅他 其實都是輕而易舉的 所以到了後來,為什麼呢? 蔣介石呢? 這麼興奮張學良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真的近在止尺 走完那一步 但是一瞬間就可以搞定他了 對,就讓你搞定 就讓你妨礙了 所以真的抗日呢 就是日本侵華就是救了 但是你也要這麼說 老母 蔣介石就真是順手諾言 他可以放了我之後 我也是坐這些傻子 我撕滅了一張協議 我不斷打他,你出了個帳嗎? 他簽完之後,他真的承諾做完 這樣才是糟糕 這些是軍人本色 軍人就很遵守那些 如果跟蔣介石說的那些什麼協議 你不理會他的話 共產也是一樣的 所以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 歷史總是詭異的 坦白說 很吊詭 還有其實 長征又是1934年 10月 打了多久呢? 其實一年左右 走了差不多一年多 年多 打一年多 紅軍,所謂中央軍 中央軍最後去延桿 就是一年左右 接著還有紅二軍 紅綠軍 最後那裡都走了差不多兩年 最後甘肅會師 所以嚴格說 1934年10月到1936 當然 年一兩年 其實有些比較上 雖然說 都是戰爭 但我們也可能要給大家理解 剛才看到赤水 貴州 然後到雲南 雲南的時候 他們又強調到金沙江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 電軍有部隊 他們真的 要過江的時候 那裡是龍定橋 沒有強調龍定橋 鐵鎖橋 鐵鎖橋 一路爬著鐵鎖橋 就過去 這樣很威風 這樣 其實有些人 這樣說 現在考慎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死了 沒理由 滴沙落河 滴沙落河 我又不搞你 那你就不停 我們經過而已 我經過 算了 其實當時說 對岸的時候 只有一團軍隊 一團 一團 沒有很多人 但是紅軍又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打起來 基本上 如果真的射到鐵鎖橋 其實班傢伙 真的過不了江 雖然對方人不多 但是因為協議下 亦都 押押 第一 軍閥向中央有交代 我開過槍 大哥 我打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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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被你們 攀過去 整個紅軍 過了 過了所謂 強盜鐵鎖橋 他一路走 雲南一路進入 入四川 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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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個階段 他們都一直在談 一直在開會議 會議 究竟最後怎麼走 不如有些人 去到西康 建立一個蘇區 建立蘇區 有些人不是說 要再不走 但無論如何 他仍然要走 因為他不走 雲南就是被人追擊 現在他們 在他們的長征 他們經常說 要攀過大雪山 這個山很厲害 因為實際上 基本上 你走的時候 嚴格一下 走過大雪山 但是 那個山 走之前 第一 就吃飽了 吃飽了 而且他們 還要喝辣椒水 辣椒煮水 因為冷 驅寒 驅寒 喝辣椒水 上山 一個跟一個上山 初初上山 很興奮 抽高氣所 上山突然到 然後這個山 真是結冰 現在他們說的 是整尺深 是 沒錯 由攀上山頂 再攀下去 其實 講到這裡 我也不太明白 山你繞過去不行 為什麼真的 真的要攀過去 很快 因為你繞過山 不知道多大 你要繞過一個圈 很差遠 你攀過去是一個直線 他攀了二萬五千里 整天吹水 那你 真是被人搞 真的 攀山 我們整天都畫 蠔畫 螞蟻過山 就是 由最低點 這個直線 直線 比較近 雖然 但是你上雪山 然後留下山 說就是一夜一夜 但是很多紅軍 其實那些都是衣山單薄 所以 中途來說 都凍死不少了 是不是 有些就是凍死了 有些就是 當時來說 他們稍後有錢 雲南軍隊 亦都跟他們做過交易 給了一些棉毛衣給他 所以他一路上去的時候 有些就是沒有辦法 就凍死了 有些都能夠 穿越了 穿越了雪山 對於紅軍來說 最大的挑戰 除了去雪山之外 就是去到這個 重潘這個地方 要過一個大草地 這個大草地 這個草地 對於紅軍來說 其實在裡面走了七十七夜 其實 走草地 老實說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去維多利亞公園 走草地 走草地 這麼正的 很舒服 因為 所謂的草地 其實是有很多沼澤的 沼澤意思是什麼呢 你一插錯腳的話 那些泥就會擠了你下去 就會吸了你下去 就上不回來 所以有很多人 就不知道 走錯了 走到一些浮泥 那裏 就送命 另一方面 過沼澤 那些大草地 是沒有食物的 那當時來說 有些紅軍 就很餓 吃草 對 有些草 有些吃了很漂亮的果實 誰知一吃了之後 就中毒 又是 漂亮的東西 通常都是毒的 對 但是 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們真的沒有食物 但是那些菇 那些草木 有些菇 有些菇 菇就是 好吃 菇又漂亮 吃了 他肚子餓 最重要的是 其實就是 一個跟一個 成磅 那樣走 因為草地 那時候過的時候 也擔心了 一些掉進去 先頭部隊 掉進去就死了 所以他們 就插一些竹 顯示 這個位置 安全的 安全的 這個就不安全的 沒有竹的就不要走 有竹的就走 這樣就走 安全的就走 而 最大的問題 就是 草地 天氣 真是拿膽 一日四季 是 變化莫測 因為是 高原的草地 不是現在 我們公園的草地 所以 氣候變化 老實說 一日四季 曬完之後 又淋濕 淋濕完之後又曬 十晶九曬 十晶 到晚上的時候 夜晚的溫度 一直跌 接近零度 最後那些紅軍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呢 基本上 其實當時 國民黨已經 都追不到他們 只有他們自己走 大哥 我也廢話追你 我和你攀樹山 你以為我 這些中間軍 都留住孕 留住季 都留住季 當地的鋼鐵 他們是手床 四個人 沒有床 四個人 背對背 剛剛 你背 我背 我背 你背 這樣睡覺 他們 黨史上 第一 可以四個人 捱住 取暖 第二 每個人都能看到一個方向 就不怕蛇同鼠毅 其實大草地也沒有蛇同鼠毅 有的都被你吃了 那麼 那 童蛛毅 身頭就 躺下 躺下 掉了 一掉不下來 就掉了 浮泥就變成 再見 那麼 那大草地整個過程 他們走得七日七夜 那麼 這七日七夜 其實 紅軍 叫做選折 都相當 其實這是紅二方面軍 紅二軍 是紅一軍 紅一軍也有 最愚蠢的就是紅四軍 張國濤那個最愚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在大草地走來走去 前後就走了兩三次 說起來就真的是最愚蠢 有人說他不是不識路 然後他走上去 回頭說不如南下 想想想不如南下 最後又不妥 又走上去 走來走去 所以他又愚蠢 大草地令張國濤那個圖 就是選兵折象最慘的 所以呢 在這麼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分開兩個部分去看 由瑞金一路走到雲南這一段 其實就是戰爭 選兵折象最多 一離開了雲南之後 就是天然的環境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大的挑戰 這個大自然令到 很多選兵折象最慘 而且最終去過川西的時候 基本上有很多小數民族 那些小數民族不是野少 雖然你不要看小他們 那些真是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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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這樣做 雖然他真是野人 那他真是野人 那些土白某 就是土白某 又插血為民 又清興道弟 讓他們安全地經歷 在這個過程中 讓他們結識到一大群村西小數民族 經過這麼大的挑戰 長征對於紅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這個影響是剛才阿錢已經提到的 兩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內部的鬥爭 紅軍對這個整個內部鬥爭 其實就是在場征裡完全表達了 而最後到白熱化 白熱化第一就是張濤另立中央 所以為什麼說大草都走回頭 最後他們決定要南下 他們自己建立一個中央 因為第一 他是兵多 第二 他就在過程中 發覺不妥 然後這些人 現在走完走 還跑去哪裡 其實對他來說 大家在一年的時間 第一信心動疑 後面被人追 又沒有東西吃 初初搬家的時候 收幫一頓搬了 最後又什麼差都沒有 又沒有東西吃 吃和幹草 在這個情況下 紅軍來說 他們進了一個人事的鬥爭 以及他們和張濤道 在他們黨史記載的時候 有一節 他們最後是漏夜走的 分道人標 紅一軍和紅二軍 中央軍 應該是紅一方面軍 中央紅軍 和張國濤的紅四方面軍 是分道人標的 這個分道人標 就是一夜之間半夜走的 是 沒錯 半夜 最後 大家不說聲 毛長抓著紅一軍 就說一夜之間走完 只剩下張國濤 張國濤 張國濤 那張國濤 說你走完 那怎麼辦呢 那好吧 我就去南下 這個其實某個程度上 今天當然毛澤東成為一個主席 一直下來 老炳 張國濤 別立中央 又說背叛 又左傾主義 哇 踩到你 什麼都給了 什麼都給了 喂 張國濤難聽一點 我睡醒了 你們都不見了 那其實呢 剛才阿馬興所說 張國濤這個人 其實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因為在第一大 即是建黨的時候 一大會議 他是其中一個分子 去到最後 在長征之後 他去到延安之後 因為權力鬥爭之下 他就失勢 因為他所帶領的紅四方面軍 就跟這個紅一方面軍 即是跟中央紅軍 就有一個很大的意見 落差 那最後呢 他就是失勢 失勢之下呢 那麼他就被呢 在延安時候的中共中央 就請了去做這個 是邊區的一些的 就是政府主席 那張國濤就很不like 很不行 於是呢 就借機會呢 就是背叛了 那他就投靠了 投向了呢 是蔣介石 那這個呢 就成為了呢 中國 即是中共歷史上呢 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 棋齒大獄了 這也挺傳奇的 那還有你去過 紅軍一直過了草地 跟著入村 撞了 那最後呢 就是當時其實 另外一個問題 就可能就是 中國已經有九一八事變了 又重一會戰了 那麼整整也都引起一些抗日 那麼最後他決定呢 就在進入那個 蘇聯的邊界 那個 在哈達鋪 那個地方 就開了一個哈達鋪會議 這個就是最後決定 第一就是 令到張圖利 自雄取消了中央 第二呢 又定毛澤東 又增加一個身份 那麼最後呢 最後決定呢 將紅軍繞回陝西 對 為什麼要放在陝西呢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時 日本開始侵華 那麼他們覺得 他們的發展呢 就是 在陝西方面 第一就是 那些農民多 地方港 最重要的是 那裡是 跟日本 跟國軍 中間有些比較空闢空間 所以他們決定 走到陝西 而且陝西呢 也可以不靠蘇聯 是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蘇聯呢 又很差的 史太林掌權 又露點呢 延安時候的 共產黨的 為什麼露點他呢 因為蘇聯呢 就怕著日本人呢 拿了這個 是滿洲之後呢 就了 馬上呢 在東面呢 就是襲擊他 蘇聯的東面的地方 於是呢 就竟然呢 就呢 寫封信呢 就給毛澤東 喂 毛澤東 不如你就派一支軍隊 走去東北來 來防 幫我防禦著呢 是東面的領土 這次呢 又露點呢 共產黨 幸好呢 共產黨呢 當時來講呢 就是想想想 又再長征 說不要賣了 那些人 不走啦 這時候就騷擾他有味 就不理他而已 所以呢 蘇聯佬呢 經常露點人 露點中國人 所以呢 其實最後呢 1935年 11月呢 最後就是紅軍 所謂中央軍 所以紅色的中央軍 就是紅一軍 抵達延安 陝西的延安 他們去到延安之後 然後呢 其實還有兩批軍隊 其實 長征來講呢 很多人覺得 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一批 如果有些朋友呢 就看到他們 所謂中共介紹呢 就毛澤東一副相呢 就山 在山的中間 那麼呢 他就是騎著匹馬的 嗯 毛澤東有三副相 一副呢 就有唐裝的 很年輕的 他們就很喜歡說 哇 這個是英明神武的領袖 在山頂 下面一風吹草地 那麼第二副呢 就是這副呢 這副呢就是騎著匹馬 那麼 攀過那個草地 那麼後面一堆人 其實真的不是軍來的 就是農民啊 又擔任一些東西啊 但是又拿支槍啊 拿個叉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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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另外還有所謂 就是 紅 紅 綠軍 是不是 那個是 我們這樣去理解 中央紅軍呢 叫做紅一方面軍 很特別的 這個 一方面 就是包括了兩支軍隊 就是兩個軍的 一個是一軍 一個是三軍 嗯 那麼就 張國圖的呢 就是紅四方面軍 就包括了呢 紅四軍 不是方面的 紅四軍和紅六軍 那麼跟著呢 另一個呢 就是 紅二方面軍 紅二方面軍 就是賀龍部隊了 賀龍部隊和呢 是 黃鎮部隊 任不時部隊 這個就是紅二方面軍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方面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呢 喜家的地方 組合的地方不同 因為當時 之前那時候呢 蘇區其實幾個蘇區 是 所以幾個方面 那麼最後這個發展後來 所以他們就出現了一個 所謂四大野戰軍隊 那麼就是 1945到1949 就是 一野二野三野四野 那麼四野 那麼在這個間團 最後呢 就是 三大紅軍 就是1936年 10月 就在甘肅寧下 正式回市 所以 抵定了一切 整個紅軍的 新地盤 就是 從陝西延安 去到甘肅山 其實不小的 那麼 那麼 又都相當之大 那麼 也都 人口都多的 當時對老套不少人 沿途 就是沿途 不是對老套 那一省沿途 其實有很多農民 是 那麼這個階段 就最後 他們號稱 就是勝利匯師 三大軍團 就是匯師 那麼 最後將逃亡的死死氣力 跟上來 所以 整個 長征 我們叫做 1934年 10月10 到 最後就是1936年的 十月 十月 都是十月 整正 所以整正是兩年 兩年的 所謂的 退地的長征 不過我想在這裏 我想有一點時間 我們要討論 要討論 紅軍 退地 其實就是 一種 走爛部隊 就是 最後 威風林林 插支槍 最後走到 根皮力盡 插支叉 去到延安 那麼 在這個 無論 無論 一年 或者其他兩年 過程 這段期間 其實 我們會看到 一件事 他們 這班 走到延安 最後 他們初出走的時候 號稱三十文大軍 最後真的 三大匯師 只有三萬人 這三萬人 最後 發展到 最後 一百萬部隊 二百萬部隊 最後 得天下 1949年最後 在這個過程 我們看到 他們 過了一種 年幾兩年 死去活來 過雪山 攀草地 死不去那些蛙鬼 我想 這裏 對他們的 所謂領袖之間 第一 可能有個 信心 信心 是自信心 死不去了 所謂 大難不死 必須後福 而且 在那些環境 在疫境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團結 是 在那個環境之後 大哥 你被人不斷追 你在那個時候 你不團結的話 就死了 所以 逢是這些疫境裡面 通常都很團結 但是一得天下 分裝不暈 就糟糕了 就打死了 是 這個很同意 為什麼呢 因為 毛澤東後來 得了政權之後 做了這個國家主席 那第一個 批鬥的人 是誰呢 就是 彭德懷 唯我彭大將軍 是啊 真的很慘 為什麼呢 彭德懷是 毛澤東 第一軍裡面的 那個軍長來的 就是跟他大 其實 但是 自己親手 又要 剁了這個 彭德懷 彭德懷真的很不值 是啊 另外 其實 再說這裏 賀龍 他都很不尊少 最後 賀龍都被他批到死活落 那 為什麼會 拿到政權之後 又 對於自己的部屬 有這樣的行為呢 難道真是 歷史上所說的 搞兔死 就走狗趴 是 秋後捐善 對吧 就是 第一 就是 這些人可能會威脅他的 他覺得 命中 可能這些人 將來威脅我 先動 又知道很多醜事 第二 真的 我很多秘聞 是你幾個人才知道 因為 兄弟 很多兄弟才知道 大哥 以後 將來你拿著我 痛腳 那我就很不空 現在最重要 先下手為強 又後下手遭殃 對吧 現在最初走的時候 他們帶了家眷走很多 特別是毛澤東 帶了何子珍走 何子珍其實是何龍的妹妹 那 他沿途一直 他們所謂 夜行 日宿 沒什麼好做 所以 何子珍在整個過程中 又大著肚子 是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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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厲害 那 當中我們有些事 我們知道 有沒有七十一買 那時候 大佬 大佬 其實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會看到一件事 可能我們大家 他們 紅軍 就是 最後 德天霞 其實 中間的過程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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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三萬 為本 去發展 一直到萬丈 這件盤障 而這個盤障 其實 他們 當時 毛澤東 在這個長征過程 就 慶得理道作用 有聲 慶得理道作用 第一 第二 是創辦遊擊戰術 在四度尺水 出來 所有榮譽 都是加於他身上 但是我贏了 所以 我就說 這個長征 你說最後得到的勝利 老實說 裡面當然有很多問題 有這麼多人 變成這麼少人 裡面 其實很大的問題 就是 當時的國民政府 中央 是指揮不了 一些地方上面的軍隊 去找他 大哥 如果以當時 國民政府 那個兵力 以那個精銳的武器 你 怎麼會打不贏你 你就傻了 就是 用飛機拳頭 因為其實 紅軍的武器 其實是很少的 怎樣很少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在1934年 離開瑞金的時候 紅一軍有4000人 但是有幾支槍呢 是1200支槍 你想想 那其他的人 握什麼呢 握握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落差 很大的相差 所以國民革命軍 找不到 打贏不到 紅軍 其實對他來說 是很大的遺憾 這個遺憾 也沒有辦法 但當然 我們看到 剛才可能 都要帶 國民革命 當初 北伐成功 就是沿海大 在西北省 其實沒有中央軍 但是經過長征去追擊的時候 實際上 中央軍就開始 入貴州 入雲南 入四川 接著去西匡 就是賺了 國民革命軍賺了 賺了 賺了哪裡呢 賺了 最後那些三份駐軍 大家就駐了軍 第二 接著沒有多久 大家都知道 接著 1936 1937 1937年 1937年 就抗戰了 抗戰政府是西遷的 西遷如果不是長征去追擊 追擊這些所謂的紅軍 中央軍就不能入村 不能入貴州 不能入雲南 也建立了大後方 所以這個 其實某個程度上 抗日來說 真的有賺助 所以紅軍 去到這裡 其實可以看到 每一件歷史事件 都有兩面性的 可以這麼說 紅軍 損失了這麼多人之後 就拿到一個掠角點 中央軍 國民革命軍 也都在追擊的過程中 找到自己的大後方 這個歷史真的挺吊詭 最後我要揭秘 其實我之前都問過 吃皮帶那些 第一 剛才我們說的 都是土豪那些農民 何來會有皮帶 皮鞋 原來有人試過 把皮鞋、皮帶 煮 用高壓煲來煮 16個小時煮了 然後稍微咬得動 是吞不下的 但是如果你說 用高壓煮16個小時 但是如果你用 我相信那時候都是柴火 爛煮 那你煮多少個小時 才能煮得軟的皮帶和皮鞋 所以這些是後來 拿出來騙人 即是說 我們紅軍 你多慘 沒有東西吃 皮帶皮鞋都要吃 沒有皮鞋吃的 大哥 兼且是不能吃的 好 外面圈得暈 我已經說得多了 下一集再見 好 拜拜 拜拜